首先来看王一博,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酷的男孩子,很多人都很喜欢他酷酷的模样。当他穿上白衬衫,给人一种阳光又温柔的感觉。很多网友都表示笑起来的王一博真的是帅气十足,他温柔的笑容让很多人都沉迷其中无法自拔。 接下来是肖战,眼睛大大的好可爱,白衬衫显得少年干干净净,肖战真的怎么看都顺眼。是那种放在人群中也一眼就能看到的那种亮眼感。 然后是朱义龙,一身白衬衫加上领带真的很性感,还有这个发型也好搭,不是那种很霸总的感觉,反而有一种小公子的温润。气质真的太可贵了。 再然后是羊羊,穿上白衬衫往那一站,就一身正气,让人满满的安全感。看看这颜值,果然均一笑草的称呼不是白叫的。 白净庭穿上白衬衫就给人一种乖乖仔的感觉了,干净清新温文尔雅,看看这张白衬衫的图片有没有给人一种别人家的弟弟的感觉。 为什么是别人家的弟弟?因为别人家的弟弟都是优秀的。 说起来羊羊千玺,很多人都记得她气场全开的样子,但是她穿上白衬衫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。 很多人都表示千玺穿上白衬衫,就是这世界上最温柔的人。 这个男孩身上有种魔力,总能轻易地让人心动。 最后来看任嘉伦,大家都知道她十分的有担当,这一点从她宣布结婚的消息就知道了。 任嘉伦穿上白衬衫有种初恋的感觉,不少人都觉得这样子的任嘉伦让人觉得非常的养眼。 真的分分钟心动啊。